先生您好 您认为您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巨人集团的这个失败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总结 我给你总结了一条失败的问题 你这个巨人啊太贪大 首先巨人集团就可能反映着你那个骨子里边的那种贪大 求功 求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成功的那样一种急迫的那种愿望 我记得好像是比尔盖茨有一句话 他说微软离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对立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既然你知道这句话我就不知道 当时你为什么没把他这句话 就说自己结合一些 他说到微软啊 我突然想起一句 就是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中国的企业老师巨人集团 那个比尔盖茨做那么大又微又软 人的失败纯属一种个人的失误 我相信一句话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我觉得你肯定是有人性上的缺点 如果你自己找到这种人性上的缺点的话 我觉得你下一次创建还会失败 你觉得这个弱点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史先生他自己会很清楚 他一连串的决策的失误 我觉得这体现出来绝对是一种人性上的弱点 不是不是说你这个你没有具备金融知识 或者你没有用好人活 这个东西是你个人的一个素质的问题 巨人的成功与失败 都跟你个人的一个这个极端的一个性格有关系 你也是在说性格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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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稍微具备一点建筑常识的人来说 从30多层加高到70多层 它科学吗 根本就不科学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你当时怎么下的这个决策 现在很多的专门搞这个咨询公司 给你出一个项目 这个可行性报告 然后你再考虑到它确实有道理 我就按照报告去做 如果投资大厦的时候 可行性报告叫我做这个可行性报告 我绝对说不行的 您看的这些书 您认为是不是很偏 就是你只看生物方面的书和毛泽东的书 我觉得首先这个很窄 非常窄 这不是一个人 如果想具备一些企业家的素质 我觉得太窄了 我建议您读两本书就行了 一本叫领导的科学 谁写的 这个很多 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您要经营 尤其是作为民营企业家 一定要读这本书 既然要重新创业 得看看那个埃克卡的那个回忆录 对客户和周边的这个环境 得要用儒家思想 对这个管理方面 得用韩非的法家的这种观念 来法制化管理 您这是不是有三个方面 儒家法家还有西方的 还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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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赞值了 别趴下 您把您现在的巨人 包括您史玉柱 作为一个品牌 交出去 让别人来经营 这对你还债 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您事业最辉煌 最成功的时候 您觉得幸福吗 你说 不说了吧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不是一个合格写家 但是我具备 做企业家的素手 那你现在看什么书呢 毛泽东 maan 毛泽东 哈哈